这很多年前的事了吧 是 然后就再也没有 要宝宝 没有 想要宝宝吗 我想要 那时候前世上福利院领 又都说好了 到那去了以后 他又打退胆鼓了 又不让要了 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怎么的 他在感情方面上 他也不一样 我咋不一样呢 你就是不想要 可外的又跳舞 又下围棋 又怎么女的 要跟那女的又下围棋 又整这种了 我下围棋 围棋是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那你被男孩子说事 围棋这个东西 能开发脑袋 开发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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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不可以找老头 那啥呢 老太子呢 你找一年轻的 三多岁的呢 我俩的嘛 臭气楼就在一起 他在旗友 旗友 对 主持人说了旗友 旗友是 旗友有问题 我跟你说了他那事 其实我早都听说了 那帮人说这说那的 就说他们挺暧昧的 不像就是 正常人交往 就是下个棋了啥的 有一次我去买菜去了 我给那个钥匙拉屋了 我就上他那个 围棋班去找去了 他没出来 有个女的和他那个伙伴 出来了 我说的 哎呀 这老孙的家庭 不幸就听他说 好像他爱人 没给他生育 我看他俩过不长 这么说 说的意思 我这有 我年轻啊 有资本 我能给 我想给他生孩子 反正我也是离婚了 带个小子 就那旗友是吧 对啊 我一听 我那哈了 当时我想 那哈 我今天别的了 要一瞅着不好看 我回复他不承认 你们女人就爱交车跟吗 交车跟 我跟你说 我跟他就正常的 棋上的友谊 一点他说那关于都没有 你知道吧 我俩下棋 有的时候 下到一起去了 就跟跳舞一样 无方不齐了 感情到了 棋风到了 我就有的时候 心里有点苦闷 我跟他聊一聊 我跟你说 那你跟你说家庭 这些是啥呀 一说你给俩备过去了 一两不叫我进屋了 我跳完舞 同样进屋吗 九点多 我跳完舞回来 我敲门都不给我开 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接 我回家 我现在跟他热乎热乎吧 像这一脚有时候 你下去 就这一下 我听你那些事 我能不让你下去吗 上他五岁去吧 好好 今天您来干嘛呀 我来我就想跟他离婚 要不这样领两个孩子 什么意思就是 离婚 或者 对 不离婚 在一起过 但是要领个孩子 是这意思吗 但是他给那个妻友 关键那妻友的事 给我整明白了 我可以问点问题吗 可以 就是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 是吧 对 有去医院看一看吗 看过 也就是说 求子这段经历可能挺漫长 也挺累心的 是吧 是 你你埋怨他 没给你生孩子 像他自己说的 你这个埋怨他吗 我非常的埋怨他 啊 你自从那次留完肠以后 到现在 你说我 五十多岁人了 现在 你说我还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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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